运动自由广阔天地 运动开创展新天地 彭广阳主播 比尔湾攻 主义庆攻 做东的球队在上半场肆意发挥攻下34分 中场竞赢37分 现年28岁 身高6尺50的纽约水牛城比尔队当家四分位艾伦 Joshua Patrick Allen 9月23日晚间7时30分起 在纽约上周周高点球场Highmark Stadium面临冷嗖嗖的天气 与7316名现场球迷观赏之下 中场以47比10击败来自佛罗里达州杰克森维尔美洲虎队 在美国职业美式足球大联盟NFL美国联会东区小组例行赛季 连续第三次庆功 美洲虎队的防卫端作战力 赛前本来就被质疑能否有效阻挡比尔队的攻势 比尔队全场有31分钟40秒掌握球权 在这场比赛一路领先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三节 每节至少都有得到三分 上半场是以34比3朝前 上半场的比赛就领先对手31分 这是比尔队作战历史上排名第三的优异记录 比尔队曾经于1992年11月22日在主场对抗亚特兰大损赢队时 上半场以38比7领先 中场以41比14告捷 比尔队和美洲虎队的对抗 自从1996年12月28日以来 历年在例行赛和季后赛共交战20次 比尔队的战绩时时胜时败 双方最近一次对抗 是于2023年10月8日 由美洲虎队以25比20胜出 艾伦在全场发动攻击没有遭到过拦截 总共和9名队友合作 传球30次 其中23次成功 最长传接距离28码 累计传接推进263码 有4次传接成功打阵 没有遭到擒杀 同时也和24岁的队友跑风库克 James Darwin Cook合作发动11次冲锋 累计推进39码 有一次达阵 以及和另外一名跑风戴维斯 Riman Walter Jamal Yamal Davis合作发动7次冲锋 累计推进22码 也有一次达阵 彭广阳 2024年9月24日 有机会 温度推进2 温度推进4